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听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就是大家阿弥陀佛 看到课本290页 这里讲到发心明菩萨众生之上手 识出识功德西佑菩萨佑 这里讲到后面这里说 修菩提心的动机方法 静于奴家的人道跟宿道 但菩提心修洗圆满成就 深广与世间法大大不同 这里的菩提心修洗 我们说它是菩提道七七广论里面的 它基本上是两个 就是比修菩提心的七因果 还有所谓的自他交换 那它说这里的动机跟方法 静于人家的人道、宿道 好 那我们讲一下人道跟宿道 那么人道跟宿道在奴家里面来讲 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说如何行人即数 他胡下是讲人道 他说怎么样行人即数 那这个数 一般我们说数字中心可行 中生可行 那这个数就是如心 就是你自己想一想 自己就好像我们讲自知之法 那好像自他交换是这样 自知之法 你知道这样你自己不愿意 你就不要把这个施加于别人 你知道你自己喜欢这样 你就把这个给别人 那类似像这样 那所以它这里从宿道来讲 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同理心 宿道 从积极跟宿极来讲 从积极的来讲 其实就是菩萨道里面的 就是利他 那宿极来讲 就是所谓的不害 就是我们的见 就不害 不要伤害 棘手不亦勿施于人 从这两个来说 那这个如果从积极来讲 就是推积极人 其实就是将心比心 那么你喜欢这样的 那别人也喜欢 那你不喜欢这样 那别人也不喜欢 这个其实就是将心比心 推积极人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棘手不欲勿施于人 这个就像五戒一样 它叫做自知之法 自通之法 你自己想就知道了 你应该不应该这么做 那积极的就是 你自己想就知道 你应不应该这么做 就是要把喜乐带给别人 不要把痛苦带给别人 所以他说 尽于儒家的 就是菩提心 尽于儒家的 这个树道 那这里我们也引用这个论语 我们讲论语 讲这个树道 人与魏灵公 这一篇 他说 子供问 有一眼可以终身行物 子供问 有一眼可以终身行物 就是这一句话 我终身奉行这一句句话就好 我不用比太多 子依其数 孔子回答 那就是数了 那什么叫做数呢 棘手不欲 勿施愿 施诸己而不愿 亦勿施愿 再讲一下 那么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施诸己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上 你不愿 你就不要把这种情况 施加于别人 那为什么叫做数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就是 数我们容易讲到是宽数 尽就是原谅别人 等一下再来讲 施诸己而不愿 义务施愿 其实就是一样 那这个跟宽数有什么关系 你就让我们再来讲 义务 我们通常会讲 以牙还牙 那就是 比如说他骂我 他骂我 我是不是不高兴 被人家骂很不高兴 但是我因为不高兴 我就用同样的话骂回他 那也要让他不高兴 但是你已经知道被骂是不高兴的 你已经知道被骂是不好的 你不喜欢被骂 那你还把这种不喜欢在家族上 让你不喜欢的 就是说我已经知道我被骂不喜欢 但是我就把我也要让你不喜欢 我被打不喜欢 我也要让你不喜欢 所以当你了解到这种的时候 那么你就不要再把 你已经不喜欢的事再拿出来 让人家不喜欢 那么他不喜欢他还 那他也不知道 那就所以 那么就 就是以怨抱怨 就会变成有这种情形 所以当你 当你已经感受到不喜欢 不愿意的时候 你不要再这样 用你不愿意的或不喜欢的 再来对待 让你不喜欢的人 那么这个就是宽恕 那这种好一点的 我们积极的就是 你把你喜欢的 你这样喜欢 那你也知道别人也这样喜欢 那么你把你喜欢的 你把幸福快乐 你喜欢这样的 那么你把它带给别人 因为对你来讲这个是好的 就像说你吃到好吃的东西 你觉得很好吃 你想要给你的爸爸妈妈吃 想要给你的儿子女儿吃 那么就是你把你好的也带给其他的人 那你感受到不好的 你希望其他众生都不要像你有这样的感受 那这种基本上 就是所谓的利他 速道 那其实就是菩萨道 菩提心就是这样 那菩提心主要就是 有利他的重力 主要在以大悲心为主 那么在利他 那利他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对于你的所谓的好的这一部分 你也希望众生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好 对于你感受到不好的这一部分 你希望众生都不要再有这样的不好 那么这个其实就跟菩提心一样 所以他这里讲 借你儒家的速道 也就是人道 人道就是速道 那么这里就是推吉首益 以吉天下 推吉吉人 就是自己所要的 推吉首益 以吉天下 自己想推就是 揣托 推吉首益 你所想要的 那么 以吉天下 也让天下的人都拥有 你所拥有的 那么这个就是 失诸己而不愿 异物失于愿 那这个就是 这里就是失诸己而不愿 异物失于愿 吉首不异物失于愿 这个是推吉首益 以吉天下 就给别人 那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的速道 那么跟菩提心就是 相近 但是他说 敬离 相信 但是佛教的 菩提心 圆满成就 深度跟广度 跟世间法是大大不同 当然 因为 为什么 因为 深度就是 他给他的利益 是究竟的利益 让他得解脱 那奴家的 只是让他暂时不受苦而已 那暂时得快乐而已 那解除的苦 不是究竟的苦 得到的热 不是究竟的热 那这是深度的不一样 广度的不一样 儒家的推吉吉人 吉首不异物失于人 那么 推吉首益 以吉天下 那么 重点只在于人 那佛教的广度不一样 他重点是 一切众生 他是天下 是天下的人 但是佛教的广度 就是一切众生 那包括畜生 鬼道 这一些 那么所以 他的深度 他这里讲 这个深度跟广度 是跟世间法 就是跟奴家的树道 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就是这里 修菩提心的 这个菩提心 那奴家也是有 他讲人道 他也是讲 道家也有 道家有商保 第一个就是慈悲行 一慈二简 三不敢为天下先 那么 这个慈 不管是奴家 道家 佛教 乃至于 印度的这些 外道 也都是强调的 像奇纳教强调的 就是不害 不伤害众生 那么 而且他们 非常的强调 就是 甚至有可能伤害众生的 他们都会尽量避免 所以 严格起来 出门都要拿扫帚 不小心会踏死众生 出门要戴口罩 不是因为有病毒 是因为不小心吸入 会把小动物吸进去 那么这种其实是 很 就是也是 也是站在所谓的 不伤害众生这样的角度上看 那么这一部分其他的宗教都有 只是佛教的深度跟广度 跟世间的这些宗教 有一点点 就是还是不同的 我们说深度就是 他给他的利益是究竟的 真实的 不是表面的 暂时的 那么利益的众生是一切的 六道的众生 而不只是人道的众生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有一点差别 那在我们底下看 他说菩萨之所称 菩提心相应 慈悲为上所 空会是方便 依此三要门 善修一切行 一切行皆入 成佛之一称 那菩萨道最重要的 基本上就是三心行六度 或是三心行六度四色 这个如果是解脱道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以界定会行八正道 就是以初离心 就是以初离心而行八正道 菩萨基本上是以菩提心行六度四色 那这个菩提心 演化开来就是所谓的三心 菩提心 大悲心 跟无所得心 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 菩提心是基本上就是以三心行六度 那这一讲 三心 三心是以菩提心为根本的 菩提心 大悲心 跟无所得心 有时候叫做性空慧 有时候叫做法空慧 那么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菩提心其实是阿妮多纳三马三菩提 要成佛的心 它重点是要正无上菩提的心 那正无上菩提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就是上成佛道下化众生 那么你要成佛 你必须要有智慧 无所得就是空慧 这个有时候叫法空慧 有时候叫性空慧 那 我叫性空慧 我叫空性慧 都可以 我叫空性慧 其实就是智慧 那智慧为一切法都无所得 就是不知取 不知取取取法 那重点其实就是无我 那么大悲心必须要有性空慧 才能真正起大悲 我们说这个大其实就是无所见者 若暖身若大身若事生若化身 这一切一切众生 那你要做到这样你必须要无私无我 无我就必须要有智慧要有性空慧 你才能证到无我 你要有无我的智慧 你才能真正起大悲心 无私无我 那你要有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你才有成佛的心 要不然你解脱就好 正他的话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成佛 所以你成佛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 那你真正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你真正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寄生且广地利益一切众生 必须要有性空慧 所以如果这样来讲 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是以性空慧为根本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依这个三心 那行六度 就是以六度 不失慈戒忍入境界六度四色 那这个是所谓大圣的一个 一个修行 一个根本的修行 三心行六度 好 那我们来看 从以上这里讲 菩萨之所秤 就是菩萨秤人 也就是大秤 我们说去入大秤道的不同根性 佛性 发菩提心的尊圣 都已经收到了 就前面有讲 从碑门路 从智门路 从性行人 法行人 这些 那佛性 有礼佛性 行佛性 那怎么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出生在哪里 那这里就讲到发菩提心 那所谓的气方变 或是自他交换 那也是一种方法 那前面都说到了 那么大圣道发愿以后 就是大圣的菩萨道 就应该建于实行 就是要实践 那么即使奴家也是这样 了解了之后就要实践 博学 审问 圣思 明辨 最后一个就是笃行 奴家也一样 博学之 审问之 圣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那么我们一般说 性解行政 前面也有讲到所谓性跟智 性解行政 性解行政 那么了解了之后 那么就要实践 那儒家是你看 博学一样 博学之 审问之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文思修 审问之 圣思 明辨 笃行 就是我们这个文思修正 博学 审问 圣思 明辨 就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笃行 那么即使是进途我们 信愿行也是重在行 那这个行是修诸功德 那后来就比较偏向变成只是 慈敏念佛 以慈敏念佛为行 如果依这个文量寿经来讲 其实要修诸功德 来观文量寿经来讲 是要修三符行的 像孙吾武奉事是这样 慈性不少 是要修这些的 那后来就偏向也就是说 你如果遇到洛西的专心念佛就是行 其实原来它是要修出功德 好 那读行 那信解行政 或是我们就文思修正 文思修正 那这个修就是行 修写修写 其实是一样的 或者我们又讲说 清净善事一流之 清净善事听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一样是行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行 你有行才有正 就实意流之 清净善事 听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重点也是在这个行 或者我们讲 这个是文思修正 文所成为思所成修所成 一样也是在行 那这个基本上都是 最重要的就是 你如果没有 没有去实践 你就没有办法了解 真正去趋入正的 你所了解的那个理 或者我们说 从性型本来 养性 解性 求性 正性 前面讲 养性 解性 求性 求性 就是基本上 就是要去实践 要去对你所信仰的东西 要去求实践 那么 然后有正性 这个都是修行的一个次第 那么求性也是行 就去实践 那这个 这个是所谓的 他这里讲 大圣也是一样 应该要鉴于实行 发现之后 医院起修 一样的道理 说到菩萨的正行 就要先论到菩萨行 所不可少的要素 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 这个行 那么他说 那重要的基本要素 他说身文秤与原觉秤 这个是二秤 是通于因果的 就是身文原觉来讲 就是因跟果是一样的 就是他身文秤 然后就证得四双八倍 阿罗汉 因是身文 果也是身文 那大圣中 重于因型的叫做菩萨 因为我们讲 他说通于因果就是 身文跟原觉 那么 因是身文果也就是说 你修身文秤得身文果 你修身文秤得身文果 所以修是因 正德是果 那么所以他说是通于因果 就是因也是身文 修身文秤得身文果 但是菩萨秤不是 修菩萨秤得佛果 所以因是菩萨 果是成佛 所以这个就是 重因的叫做菩萨秤 重果的叫做佛秤 那这个就是跟前面讲 通于因果不太一样 因为你修身文秤 那你发出离心 就解脱就身文秤 得的就是身文的四双八倍 也是得身文果 修身文行得身文果 但是大秤不是 修菩萨行得佛果 那么从五秤里面 如果从因上讲 叫做菩萨秤 从果上讲叫做佛秤 那身文圆秤从因从讲 都叫做身文秤 所以叫做通于因果 所以他这里讲 重因的 重因行的 因地修行 果上圆满的 就是果得圆满的 这个叫做佛陀 佛陀已经圆满了 那么因地修行还没圆满的 重在因地修行 这个叫做菩萨秤 所以五秤里面 也可以叫做菩萨秤 也可以叫做 就是古秤里面的大秤 大秤也可以叫菩萨秤 也可以叫佛秤 但是身文秤就是身文秤 所以他说通于因果 因上说 果上说 重因的 从因上的修行来讲 叫做菩萨秤 从果上来讲 叫做佛秤 其实是这样 那小秤 生文 因上也是生文 果上也是生文 好 因果圆满为大圣法的全体 那就是成的佛 就是因缘果满了 其实就是因果都圆满了 如是因如是果了 现在从成佛之道 就是怎么样可以成佛 基本上就是要行菩萨道 所以这个就是成佛之道 因行来说 因为你要成佛就是要行菩萨道 那菩萨道就是因 所以他说 从成佛之道 佛是缘 佛是果 所以他的因行 就是菩萨道来讲 大圣是菩萨所秤的法 这个秤就是宅 就是你依这个 而到达这个 就好像你依车 可以到哪里 依船可以到哪里 渡到哪里 就像这样 所以 这个用秤来代表 那么 依此法门 从凡夫地而去入大谱地 从此到彼 从此案到彼案 所以才叫做秤 那么从凡夫而去入大谱地 就是从凡夫到成佛 也叫一切至海 那么一切至海 是成佛的一个代表 就是称呼啦 就是一切至海 就是成佛 或是一切至人就是佛 一切至至就是佛的至 一切至海是佛的境界 那么菩萨行踪 不论修持什么 有必不可少的三要者 例如布施 他只是举例 就是三心形六度 布施 持戒 忍入 金星 禅定 智慧 那么依这六个来说 当然也有其他的说法 就是所谓的波罗蜜 到底是什么 那么各家的说法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是 就是依所谓的六度 布施 持戒 忍入 金星 禅定 智慧 但是后来当然还有所谓的十度 十波罗蜜 也有南传的也有讲波罗蜜 就是成佛的这些必须要具备的 那么各个讲的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说的 布施 持戒 忍入 金星 禅定 智慧 这六波罗蜜 是大众部及其有一些部派他强调的 让我们认可这个 所以大部分的大声群点 都以这个为波罗蜜 就是六度 布施 持戒 忍入 金星 禅定 智慧 所以六波罗蜜 他说就是我们现在讲 不管你修什么 就是如果以六波罗蜜来讲 比如说修布施 那么第一个要与菩提心相应 就是三心行六度 三心第一个心叫做菩提心 菩提心相应 就是契合与菩提心 那菩提心就是要成果的心 我们说菩提有三种菩提 生文菩提 圆解菩提跟佛菩提 菩提只是正觉的意思而已 阿罗汉也有正觉 阿罗汉也有正觉 但是我们说的是无上菩提 阿罗汉的不是无上 因为阿罗汉的 阿罗汉的如果跟佛比较起来 他还没有佛那么殊胜 不是无上 因为我们看这个一样都是阿罗汉 佛也是阿罗汉 舍利佛目见人也是阿罗汉 但是舍利佛目见人 还有不知道的事 还有没有办法的事 像我们前面讲 有手不知 有手不能 但是佛就超越这些 像可以跟众生受祭的这个人 比如说这些人死后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 那么其他的阿罗汉也没办法 或是说这些阿罗汉有一些 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到底是过去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有一些阿罗汉也不知道 善根成熟不成熟 有一些知道有一些也不知道 但是佛其实都知道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 一样是菩提 但是就是佛都是无上菩提 所以这里的菩提心相应 就是跟无上菩提心相应 其实就是成佛的心 很简单 契合于要成佛的心 为了上求下化的志愿而布施 从布施来讲 你是为了成佛而布施的 一样布施 就是你可能为了升天 可能为了这一辈子有福报 下一辈子有福报 为了得到好名声 为了得到解脱 为了成佛各个原因不一样 就好像你赚钱 你今天上班赚钱 你可能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为了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为了让社会好一点 那你的需求不太一样 你可能为了要读书 为了要买房子 为了要结婚 为了要留学 每一个人赚钱的目的不一样 那布施也是一样 那你有可能布施 那你是为了荣耀 像这个基督教的 要荣耀上帝 那是上帝这样规定 或是他这样讲 听上帝的话 有些是为了最深的幸福 有些是为了来生的幸福 都不一定 但是如果是菩萨道的话 他做一切都是为了要成佛 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 这个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叫做上求下化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也唯有成佛才能度一切众生 没有曲线的度一切众生 因为要这样 因为要更有能力的度一切众生 所以必须要成佛 那么为了成佛 所以要行布施 持戒忍入精心禅定 要六度四射 为了度众生 必须要成佛 为了成佛必须要布施 要修布施的福报 要有福报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为了上求下化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自愿而布施 这个就是成佛的这个试愿 第二个 布施的时候要以慈悲心为上手 为先导 就是从慈悲心而引发布施 就是你为什么要布施 当然是为了成佛 那成佛是为了度众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布施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就是有利他的心 所以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自私之心若不处 图形布施有何用 就是说你布施并不是为了利他的 你是为了自利的 那么你这种布施就跟辅迪心不相应 跟慈悲心不相应 所以你是为了利益 利益是以慈悲心为主的 要让吃素也是为了展养慈悲 当然也可以为自己健康 也可以什么 你不是为了环保 不是为了健康 不是为了还愿 你就是为了慈悲来吃素 续是这样 那比如说你送金 你是为了掌养智慧 为了了解道理 为了明白明辨是非 为了要知善恶 那么要有政见 为了要有智慧 那么你来送金 而不是为了说我送金有功德 不是这样 那么真正的功德就是智慧的功德 那么为了慈悲 那么不忍伤害众生来吃素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以慈悲心为先上手 为先倒 从慈悲心而引发布施 第三个 法空慧是方便 所以这个无所得的心 别人都叫法空慧 有时候叫空性慧 有时候叫性空慧 那其实就是无所得 方便是善巧的别名 如不着相布施 然后就是不着 施者受者守施的物 如果以金刚经来讲 就是不住色身相畏促法 而行布施 其实这个就是无所得心 也就是法空慧 施者受者跟守施物 那我们叫做三轮体空 那一般来讲一定有这三个 就是我是能布施的人 你是我所布施的 那么我布施了 这个样的东西给你 所以如果不执着 因为执着你就会传扰 比如说我对你这么好 你却没有相得的对待我 所以我就起传扰了 如果我对你不好 我不会要求你对我好 因为我对你好 所以我会要求你要对我好 那如果我对你好 他对我不好 那我也不会 因为我没有对他好 但是我是对你好 所以你是我所布施的对象 而我对你这么好 这样的好不是普通的好 我给你这么好的东西 那你却一句感谢都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 你是我给你的 那么我给了你这样好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就是 施者受者跟守施物 那么如果你执着的任何一个 你都会因此其烦恼 那么你就会怎么样呢 既然我给了你这么好的东西 你没有相等的对待我 或是你不领情 或是你对我不好 以后我就再也不给你了 甚至我起了烦恼 早知道不要给你 我再也不给你了 那你就不会一直布施了 你就立他的心就没有了 那么你是要求有回馈的 而不是无条件的 无私的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法空 就是你是无私无我的 只要你好 那么你有只要你好 只要我确定 我这样对你好就可以 至于你有没有感谢 有没有对我好 对我好不好 那我不在意 那当然这样是不容易的 但是实际上菩萨道 就好像菩萨要立一切众生 那么你有善根 那么我就来帮你 你没有善根我就 那么引发你的善根 那么成熟你的善根 那么种下你的善根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你对我好不好 不是我要考虑的 而是我这样做对你好不好 这个才是我在意的 那当然这个就必须要有法空会 要有无私无我的心 你不止取 那这个就是这里说的 我们叫做三轮提供 布施 持见 忍入 精进 禅定 滋味 都是这样 没有法空会 卓相布施 我们叫做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个是我相 还有什么 还有所谓 卓 卓与色身相位触法 而显布施 以我相 卓与色身相位触法 而显布施 这个叫不善巧 不方便 不能出离生死而去向一切之寒 只要你有我质 有我爱 有我贱 你就有生死 有生死 你就有苦 你自己都不能解脱 你怎么样让一切众生 入乎与涅槃 怎么样让一切众生离苦 你自己都在苦海里面 你有什么办法让众生离苦 所以你自己不能出离生死 你就很难让众生也出离生死 那出离生死都不行了 还有办法解脱吗 没有解脱 解脱都不能了 还有办法成佛吗 那当然也不行了 可以说 菩提心是自愿所在 就是你的目标 那慈悲心是奉机 那你为什么要达成这个目标 因为来自你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慈悲心 所以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 法空会是做事的技巧 你如果没有这个法空会 就是没有无所得心 那么你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叫三心 大波罗经里面讲的就是 一切自至相应作义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那么讲的是这个 那么说如依此三要门 这个导师曾经依这个写成一本 叫做学佛三要 就是要成佛必须有这三个要点 不可少的要素 那么算巧的修行一切行 世间 那么一切行就是一切的修行 那么从世间开始讲 就是五戒十善 他说世间法的五戒十善 三福业也好 三福业就是宽悠耀寿经里面说的 孝顺乎武奉仕事长 慈性不杀 修持善业 那么受持善规 居足仲见 不害威仪 然后发不敌心 那么劝进行政 像这些的 那么初世善法 那就是初世间的 这些是四地缘起三学八正道 三十七道片 就是怎么样让你得解脱的 那么大圣法的六度四色 这我们知道百八三昧 百八三昧是大圣里面 一般大圣佛法里面 那么我们不要常见叫做三三昧 空无相无愿 那百八三昧是综合 在《波勒经》里面 综合就是大圣的 那么一切三昧来讲 那百八三昧确实是有108种三昧 不过这些三昧 比如说第一个叫做守能远三昧 那守能远三昧是对一切的三昧 对一切 三昧是定位居等的状态 那么对一切的三昧 都能够深跟浅你都能够知道 都能够分别了之 那这个是守能远三昧 那么强调 因为你精通一切的三昧 那么分别了之一切的三昧 所以一切磨不能换 那讲守能远三昧的主要有两部经 一个就是守能远三昧经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远经 那么那另外有一本是守能远三昧经 这个是出奇大神的 那我们现在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远经 这个守能远三昧这个人远经 这个其实比较后来的 那一般说这个佛法灭掉 守能远三昧经先灭 指的就是大家都不修定了 没有三昧没有定位了 那守能远是百八三昧里面的第一个 那如果是像华言经他讲佛的三昧 叫做海映三昧 那普贤菩萨的三昧叫做华言三昧 又不太一样 那波勒经里面种的是三三昧 空无相无远 但是这个也是波勒经里面讲的 叫做百八三昧 那这个大神律里面有解释 一一的都有讲 那第一个就是守能远 最后一个叫做 离左虚空不染三昧 就是就好像空三昧一样了 关一切法不生不灭 那他说四十二字门 好 那四十二字门 在波勒经跟华言经里面都有 现在有所谓的华言四十二字母 也有这样的法会 就是唱幻派 然后有四十二字母 他们讲到这个四十二字 这个四十二字是运渡的字母 其实有一点 其实有一点就是像我们的波勒曼佛 或是像英文的ABCD 或是日本的RUVO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四十二字的波勒曼佛 那原来他不是这样的 原来他是因为大圣讲 就有一点像 一切法都是缘起的 所以你从一切法里面可以知道缘起 一切法都是无常的 所以你从一切法知道无常 一切法都是无我的 所以你从一切法知道无我 有一点像这样 那么四十二字是 因为所有的基本上是这样 所有的间都是有一个词一个词组合的 所有的词都是有一个字一个字组合合成的 那么所有的字都是有这些因组合合成的 他是这样子的 他说我们讲一大字多论来讲 字论里面讲到这个四十二字 因为现在的人对这个四十二字有一点点误会 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在唱华言字母的时候 犯音 然后我们就跟着那个声音 接着唱了这个音音出来 那么就具有什么样的功德 那么后来到了密教的时候 这个四十二字基本上就浓缩这三字 那个也是婆罗门里面比较重视的三个字 叫做奥阿奥 那像那个奥 其实现在婆罗门还得用 他们开一辆车 买一辆新车 然后他们要在他这个车上写一个奥字 然后就是这样子 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字是 这个奥这个音 他们是重声音的 那中国是重文字 就重这个声音 奥 那么这个声音 他认为这个是宇宙的原因 具有无比的威德力 其实这样 但是佛法来说 声音也是无常的 也是无法的 那么所有的力量都不来自于声音 符号 图腾 疑鬼 都不来自于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你的心 其实这样 好 那只是后来 后来这种声音被 就是加入了婆罗门的思想 然后被神圣化 然后能量化 然后就变成 我们要念这个音要念得很准 那么后来就是 所以 比如说 比如说一样大悲众 那他认为这个大悲众 这个音不准 要去找那个谷犯音 或是找那个摩羯头狗的原因 其实不是 重点不在这里 所以早期有人在 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 大家在争论 到底要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比较对 还是念 因为你念不对 就好像力量就没有了 就差一半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来看 他说字论说 他说字为一切 42字为一切字根本 42字 他有解释这个 为一切字根本 就是说 像所有的筋 都是由一个字一个字 组合来的 那么每一个字 都是由这些音 其实42字就是42个字 我们说就像阿弥陀佛 那并不是一个字 但是它也可以是一个字 也并不是 那ABCD 它并不是一个字 它组合成一个字 那么为一切字的根本 其实就是音 那么音字有语 音语有名 音语有名 比如说这次叫做柄 这个叫做桌子 就是名称 音名有语 那因为这个名称 它就有内涵 比如说这个叫做白板 它就有那个内涵 有那个语理 那菩萨若闻字 因字乃能 极其意 才能够了其意 音名有语 菩萨若闻字 那你必须要听闻这样 你才能知道 如果他都不说 你怎么知道 那菩萨 才能明了它的意 那我们来看 来看这个 来看这个四十二字里面 稍微来理解一下 四十二字里面 我们看了以后就会知道 那么这些其实是一种方便 透过你对这个字 那么去把它让你进入所谓的智慧 就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这个 比如说 第一个 四十二字里面 第一个是阿字 那这个是我们翻译的 就阿 阿是第一个 嗡阿嗡的阿 这个阿 一切诸法不生故 阿 所以常常讲阿字本不生 一切诸法不生故 我们等下再来看 诸法不生故 那比如说第二个 我们用几个来做比例 比如说第二个是拉 他写罗拉 罗拉 那么一切法离构故 所以他要你 他要以这个为作方便 叫你引导 一切法离构故 第三个是波 一切法 都是一切法 一切法第一意故 我们举几个做例子 你就知道了 那第四个 遮 一切法终不可得故 阿拉伯遮 这个一切法终不可得故 第五个 第五个 一切法离 明信 相 离明信相不可得故 不得不失故 不得不失故 黎明信相 不得不失故 最后一个 我们就 其实中间都一样 其实都是 要不是不生不灭 就是不可得 就是不动 反正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 你们回去看一下 就知道了 这中间 都是一切法 怎样怎样 四十二字里面 一切法不生不灭 四十二 那这中间都是一切法 很多字 一切法 要不是不生不灭 就是不可得 什么样不可得 要不然就是 就是不动 大概都是这样 不可得 然后不得不失 不可得 也不失 低意 离垢 不生不灭 大概都是这样 四十二字是土 第四十二字 它是土 土是 入诸法 边 禁 处故 不生不灭 就是不生不灭 入诸法 入一切法 入一切法 诸法就是一切法 其实也是一切法 就是你弃入一切法 边禁处故 就禁 就禁处 其实就是 知诸法实相 很简单讲就是这样 然后不生不灭 不忠不失故 不忠就是 不灭 然后不生 不忠 不失故 那么从这个四十二字来看 它基本上是 从 因为印度的字 我们比较不懂 比如说 R R我们就比较懂了 比如说 R 前面有一个R R是否定 比如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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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作无量光 无量收 无 前面是无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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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否定 那么这个阿 其实就是 否定 就是 所以你念这个阿的时候 你就知道是什么 它是否定 那就是 否定一切法 本不生 其实就是 所谓阿字 本不生 你就知道 它本不生 本不灭 那其实就是 它并不是你所看到的 一切这样的 所以 它从这个阿的意义 那么推展到 其实一切法 不生不灭 那么其他的也是这样 你看 它怎么样 它怎么样 不管哪一个字 因为我们如果有兴趣 把42字都拿来看 你就会发现到 讲来讲去 都是讲 不生 不灭 不可得 不动 那么其实就是要让你 不管你哪一个字 你都要去入时效 就好像 你不管讲到这个桌子 这支笔 这个筒 这支柠像 这个黑板 还是今天我们来上课 都什么 一切法无常 一切法无我 你都可以推到这边来 一朵花 一根草 一个地球 一个星系 都是无常的 那你不管看到什么 你都可以推到这边来 那你从它的特质上去看 其实都可以的 那么42字 其实也是这样的 透过印度人对于声音 或是对于 印度人 这个42字比较重声音 所以他们后来强调 这个有这个 有这个声音的力量 原因 那中国人是比较强调 那个文字的力量 图腾文字的力量 所以中国人比较厉害的就是符 印度人是咒 后来到了中国把它结合起来 变成符咒 其实是这样子的 像现在佛教就有这个 他把这个 那么写成 用这个类似像画符的这样 写成一张 然后贴着 或是把 南无阿弥陀佛一写 一张 一张类似像这样写起来 然后变成有 所以 现在你可以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佛教的也有 像这个 有一些佛教的这个法 佛士 就人往生了 他也会发一张符咒给你 那你替写的 其实这个 这个不是佛教的 那个就是符跟咒 连在一起的 那印度是咒语 那中国是符 那结合起来 就变成把 把咒语写在 在这个字上 像往生背也是这样 就把这个往生咒 那么写在 写在一个背上 或是印在那个 印在那个名字上面 变成往生前 他就是 后来就 中国的符跟 印度的咒 结合在一起 那往生背也是这个理论 往生前也是这样 那这个符咒 像写那个 那个子 那也是这样 或是有贴在哪里 贴在哪里的 那这些其实是 后来才有的 那四子二字 原来它是 一以印度原来的迷信 把它导入正信的 所以是这样子的 但是后来 我们现在对四子二字 就是比如说 我们佛教界也有流行 唱那个华言字 就是中那个唱音 然后进入 好像要 要进入什么境界 其实不是 它其实都是把你归到 它重点不在那个音调 但是现在唱华言字 你比较中那个音调 它重点是在那个观想 你要观一切法本不生 一切法不生不灭 一切法不动 一切法不可得 一切法无常 一切法无我 你要观这个的 那么这个才跟原来 所谓的原来 讲这个四十二字 就是大声把这个四十二字 把印度原来的字 那么导入所谓的诸法实相 这个道理才符合 那后来又变成 妈妈妈又变成迷信了 其实是这样 好 我们先下课一下 十分钟